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看一下 咱们打开咱们的sublamp 咱们来reward里面 看一下怎么来新建一个视图 怎么来新建一个视图 视图之前给大家介绍目录的时候 也已经给大家介绍过了 它在resource这个目录下面 有一个wield 然后咱们怎么来新建一个视图 新建视图有两种方式 第一个咱们可以新建出来 原生的一个模板视图 来咱们看一下 看一下怎么来新建 点击右键 在这个里面呢 咱们随便写一个 我是视图 我是原生的 模板视图 好保存一下 然后呢咱们起一个 给它起一个名字叫 Member Member Member. Member.info.pb 好 咱们这个视图呢 就算建好了啊 它是一个pap的一个文件 咱们可以写成一个 咱们可以这个里面呢 可以写成中文的也可以成英文的啊 它只是一个输出的 咱们保存一下 好 接下来呢 我该怎么来输出视图呢 怎么来输出视图呢 来注意 咱们呢 还用咱们的 控制器 还用咱们的控制 HTTP下面的 control 然后呢 Member.com 这个地方呢 咱们呢 给它把这个一部分呢 先给它删掉啊 先删掉 咱们看一下怎么来输出视图 咱们输出视图呢 是不是在这个地方可以输出视图啊 嗯 给大家做一下笔记啊 输出原生 视图 看怎么来输出的 然后呢 Return Return呢 will 一个小块 一个分号 在这里面呢 咱们直接写上一个 把这个名字给它写上去了 Member.com info 就行了 来咱们试一下啊 之前呢 咱们是不是用 咱们是不是用路由来输出 来输出这个函数的 输出这个info 这个类下面的这个info啊 好 来咱们再看一下路由啊 咱们再看一下路由 root里面 是不是这句话 通过这句话来输出 再输出Member.controller addinfo 这个函数 好来咱们打开一下 咱们打开一下啊 咱们打开一下啊 叫Member 啊 斜线info 哎 可以吧 啊 这种方法是可以的啊 输出原生的一个模板文件 好 咱们再新建一个啊 还有一种情况呢 是 嗯 雷入耳中的默认的模板文件 是怎么来建立的啊 咱们来大致看一下啊 咱们来大致看一下啊 咱们来大致看一下 这就是呢 他的默认的啊 他默认的一个啊 模板文件 默认的模板文件 咱们看一下咱们怎么来建立一个默认的模板文件啊 哦 卡了啊 好 来咱们新建一个默认的模板文件啊 在这个里面也是新建一个文件 随便写一个吧 啊 我是 嗯 默认的 模板文件 保存一下 在这个里面呢 咱们 要写一个什么呢 info 点 啊 blend 点 php 一定要写成一个blend 啊 他是一个blend的 你看一下 可以看一下咱们 咱们vill 咱们vill下面 是不是 member-info 这welcome.blend pb 他也是吧 是吧 我是默认的 模板文件 咱们写成一个 好 就这样写吧 来咱们 这个该怎么来输出呢 这个呢 也是非常简单的啊 在咱们控制器里面呢 这是输出原生的啊 给大家注释一下 然后呢 咱们输出默认的 输出默认的 似图文件 该怎么来输出呢 好 t u r retern vill 一个小括 一个分号 在这里面呢 这比较简单啊 直接是info 那个后面那个blend是不要的啊 后面这个blend不要的 来咱们刷新一下 刷新一下看效果 是不是啊 我是默认的模板文件 是不是啊 和咱们刚才有区别的啊 和咱们刚才有区别的 好 这两种情况呢 大概呢 就这两种情况 但是呢 一般情况下啊 一个控制器呢 它是对应的一个目入的 比如说我这个是叫做 member control 对不对 member control 但是呢 咱们不能这样写 你这样写的话呢 太乱了 咱们呢一般怎么写呢 来新建一个文件夹 在这个vill里面呢 咱们新建一个文件夹 叫什么呢 叫做member 叫member 为什么呢 我刚才说了啊 一个 一个模板文件 文件夹啊 咱们在这里面呢 咱们去新建一个文件 咱们的新建文件的名字呢 咱们随便给它起一个啊 叫做info 点blend 点php 好 保存一下 blend 点php 好 这就是咱们新建的一个 好 我直接写在这个地方啊 是一个 是一个 英文的啊 是一个英文的 好 咱们在这里面 咱们在这个地方怎么来用呢 来看一下啊 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来给大家做一下笔记 输出对应的 对应目录下面的 试图文件 该怎么来做呢 来 return view 一个小块 在这里面呢 大家注意一下啊 你看一下 咱们是不是在这一个 呃 resource下面的一个 view下面有一个文件夹 有member了 所以说呢 你在这个地方呢 要写成一个member 写现 member下面的一个info 啊 info一个文件 好 保存一下 然后咱们刷新一下 看看效果 还是这个啊 诶 可以吧 info.blender.peb 是不是啊 你当了 你可以在这个 在这个咱们这个 模板文件里面呢 来 在这个member这个 这个里面呢 你可以随便填东西吗 对吧 填中文呢 我是 member 下面的 模板文件 好 保存一下 这时候你在刷新 啊 这时候咱们在刷新啊 看效果 对吧 我是member下面的模板文件 可以吧 这是 这是 这是一个最标准的一个写法啊 一个控制器 在这个地方给大家写一个 一个 控制器 对应 一个目录 比如说 你的member控制器呢 member control 控制器呢 它就是对应的一个目录啊 对应的view 里视图里面的一个目录啊 好 这是咱们的 这是咱们的一个 试图啊 这是咱们的试图 当然还有一种情况 什么呢 这某文件呢 是不是可以 写在长量 写在变量呢 啊 写在变量呢 来咱们看一下 具体来看一下啊 比如说我在这个control里面呢 我这样来写 这种情况 这种情况 咱们再重新再写一个吧 把这一部分给注视掉 好 给大家注视一下 是 模板呢 可以 d 对 变量 这种情况 来 咱们看一下 怎么怎么来弄啊 return tun will 哎 写一个在里面呢 咱们写一个什么东西呢 比如说就叫member吧 还拿他们的刚才的例子 来举例子啊 斜线info下面的 好 这个变量怎么来写 用 用 用什么呢 用数据啊 用数据 然后第一个呢 啊 咱们可以写成一个name 啊 我想把name给输出一下 Bob 好吧 Bob 然后呢 咱们再来一个AGE吧 AGE 嗯 18 好 这个呢 就写好了啊 这台空气里面写好了 但是呢 他怎么在咱们的模板文件里面输出呢 对不对 来咱们看一下 在这个里面咱们 怎么来输出 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是两个大括号 括起来 然后呢 它是一个dollar dollar name 变量 好 dollarAGE 这样就这样就能输出了 来咱们输出一下 看一下效果啊 看一下效果 好 你刷新 哎 Bob 18 是不是就可以啊 啊 这个呢 是咱们试读里面啊 试读里面和控制器里面是怎么来相互来使用的啊 啊 好 咱们这节课呢就到这个地方